齋露味是很受欢迎的小食 当你吃素的时候去的齋菜馆 很多朋友都会 未曾调菜都会调碟齋露味 很多款式 但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是用山根造成的 多数的味道就是蚝油味 茄汁味和咖喱味 这次为大家介绍 这个咖喱的齋 是用一些比较多的香料做 味道和平常大家出去吃的 有点不同的 先讲讲材料 这个炸筋我用两包半磅重 如果用高筋粉 来自己炸筋的话 炸完之后 拿大约半磅重的份量 就可以照做了 香料方面 我用了咖喱粉 一有二分一的汤匙 小茴香粉 是半茶匙 黄姜粉 也是半茶匙 是这三样的香料 汁料方面 就是糖 1汤匙 盐 是半茶匙 高汤粉 这个调味 是没有咸味的 我是要 4分1茶匙 酱油糕 要1大汤匙 麻油少少 水 要半杯 做法大家都知道 是很简单 首先把炸筋用水 出出 一来可以令到它软身 二来可以将油脂去大部分 如果你买回来 觉得它的味有少少益的时候 在这个飞水过程 都可以将益味去掉 不过如果可以 最好不好吃 因为油益对身体 真的不是那么好的 你现在把它飞水之后 我们就过冷河了 更加把肥油去掉 然后瓶干身 首先要爆香的香料 香料在油炒 如果大火很容易就会焦 所以当我们做这个爆香料的过程 我们的火要开慢火 给多一点油 慢慢炒香料 直至你闻见 香味揮发出来了 这个时候 就加入炸筋 炸均匀 当你炸均匀 之后 我们就将那些汁料 全部倒进去 然后用一个慢火 慢慢煮至 那些汁完全干了 那我们就是 淋一点点麻油 就可以上碟 那这个 就是很好味道的 咖喱栽露味